我們身邊 阿正可以坐近一點 有金章司令 你不用看著我 其實今天 我不知道阿正是怎樣 其實我們知道會跟黃錦光 我們叫你KK 做訪問 我也有點緊張 阿正你有沒有 為何緊張 我沒有低窗 當然我有點誇張 緊張 為何呢 因為我真的有點知道她的背景 我不知道 在幾年前你回來 香港 你現在是美國定居 之前其中有一個畫展 有些其他媒體介紹過你 我有看過那些報道 阿正你有沒有看過 於是我就知道 咦 原來KK 王不是我們認識的 即是我是兩個角色 不好意思 其實你拍了多少個電影 我突然來 總共你回家 你記不記得 十幾部 十幾部 這樣又不算多 但我最認得的當然是這個金章人 還有張寶成 《賭神2》 兩部都是94年 差不多 下一節我又會播一部 另一部 說你很厲害 你做惡人的那一部 又是94年 94年是否你巔峰 算是 這麼多電影 那時候 可以這樣 94年我也是 那我呢 但我發現原來他不僅 原來KK 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一有故事的人 我怕我沒有了道 我怕我講錯話 問錯話 所以我有點壓力 一點點 好 這一節 先跟大家打招呼 現在有幾千個網友在現場 那這個就是我兒子 或者我想現在 小時候的朋友 都會認得你的 或者那個樣子有點變 但也不算大變 一說金章人 國產007都認得的 那就是王錦光先生 OK 大家好 我是王錦光 KK王 喂 你自己呢 介紹自己 比如說 我看到有時候 都要回大陸 那其實 是不是都 都多人認知 你這些電影角色 最多就是 2007 那 神功都很多人認識 是 神功在上海 經常播出來 是嗎 因為我們 香港和上海 客族 上海當他們 自己的作品 播出來 這麼好笑 是啊 因為上海參與 OK 他都會是 上海動作片 代表作 即是他認為 這是他們的代表作 對 是 是嗎 郭嘉年齡有上海參與 不是 火星紅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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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說什麼 火星紅蓮子 我還想看 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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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說 別人覺得 我很不尊重 我真的覺得 李若彤那時候真的很美 現在都很美 我講錯話了 好 KK 因為我們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我們有三節 那為什麼我剛才覺得 KK叫做傳奇人生呢 他剛才在咪後 和我直接 第一次見面 就說他幾歲了 你介不介意和人說你幾歲 不介意 我一出道就是 以Uncle出現的 我從來沒有學生過 現在73歲 1951年出生 1951年出生 你什麼時候下來香港 其實 23歲 74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如果我記錯 你就跟證我 你這次是不是 第四次來香港做畫展 可以說 你之前的作品 我上網看的那些作品 其實風格 我覺得幾次成一格 你有國畫底 但是我看到有些 好像日本漫畫 我不懂 那當然 那 但是我好想看你畫風景 你覺得對 你好想看 我很想畫風景 為什麼呢 我喜歡畫人畫 各種各樣是人 我就是留意 你寫字又整個 沒有什麼風景畫 好啦 你在國內出生 你從小到大都是喜歡 這些畫公仔 亂畫 我為什麼說好奇呢 你什麼時候下來香港 1974年 23歲的時候 申請來的 不是遊水 入不到 你在香港 有沒有什麼collection 本身 有沒有什麼關係 親人 父親在這裡 爸爸在這裡 他是樂意念來的 哇 你老爸可以在樂意念來香港 他就走下來的 樂意念有很多人來 樂意念派進了很多 電影界的吳思遠 黃家衛 都是那一年來的 那一群他們 都是上海來的 就不是跑山落來的 上海跑不到的 對 上海跑不到的 六二年 你爸爸拿來之後 於是在七四年 應該是文革的後期 哇 你即是說 我其實最有興趣 為什麼我會在這時候問這些 你經歷過 文革 我們就聽 別人看了一些傷害文學 我們就 還有呢 我看到你在美國 唯一一套 是嗎 那套 舞台劇 耶撒 耶 都是關於這個文革的 是 是 那就是說這件事 對你來講 你很多感覺 這一個運動 雖然我是農村四年 但是那四年我覺得 看了很多東西 是 學到很多東西 那些經歷你不會忘記的 耶撒這個故事 以前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情殺案 就是我的隔壁村 那些人是認識的 情殺案來的 情殺案來的 那我就過了幾十年 想回頭 其實情殺什麼時候都發生的 不過更好它發生在文革 我不是講文革的 是 在講文革中間的人 喜怒哀樂 因為愛情結果變成悲劇 嗯 但是在那個 容許我這樣講 在那個 愛情當然永遠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空間裡發生 但是在那個 我如果從文字 或者從我的朋友告訴我 在那個時候 還有心情談情說愛嗎 有的 一樣嗎 一樣有的 什麼時候都有 你那時候有沒有追求女生 我怕 很想 為什麼我怕 影響到我申請去香港 OK 為什麼追求女生會怕 影響到我申請去香港 因為那時候 如果你跟女人結了婚以後 就很難申請 你已經有事 那你沒有打算結婚 你什麼 那你沒有拉人 什麼 什麼 哈哈 是不是 這樣說 我真的要問 不是 現在我在看 阿靖 現在細心看 因為我沒有你年輕的照片 出來是阿叔 不是你說的 是啊 是啊 我看你都幾好樣 年輕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那你那時候 我真的想問這件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過 我看回那些照片 文革的女生 真的很不敢 我真的想說髒話 真的很不敢 如果又穿了灰袍 藍袍 又白襲衣 你錯了 你錯了 在這個時候 你發覺的漂亮 我不會忘記 這樣你都發覺到 很厲害 但我真的看到 可能我們的照片 面目猙獰 嗯 在什麼地方 在農村好一點 農村政治鬥爭少一點 那些人出來就 peaceful一點 OK 那為什麼你會去農村 那時候 各個都去 各個都去 四年 你在哪裡 你本身鄉下哪裡 本身是上海 上海 都是在安徽 安徽華八 過了黃河 蘇巴方 那時候那些女生 是怎樣覺得 你會去 有美女的 有嗎 有 有一個農村美女 美得 上海女生都倒掉 真的 我真的是孤立華民 然後我就跟她畫 畫她 我喜歡畫人 我選擇美女畫 炒女我不追 我選擇美女畫 我選擇美女畫 很漂亮 她是地主的女 OK 那她有沒有事 過不過關 她結婚了 我們農村這方面 沒有所謂 那些地主的女兒 就有結婚 三仔 沒有見到她的批鬥 農村那些 即是你在那幾年 你走位都好 這麼說 因為如果你留在 不知你下什麼村 有些很大件事 嗯 什麼大件事 即是譬如 喂大哥 你真的有很多批鬥 我們自己認知 不是到處有批鬥 不是到處有的 即是你在安徽的 你在安徽那條村 OK 我四年沒見過她的批鬥 進去 哦 所以農民是 很廣告自己生活的 希望生活好一點 那又沒有人串連 落到你那條村 這個是更早 串連是六十年代初 到我們耕田那時候 串連結田子 OK 你幾年了 你下去 我七十年下去 文革開始 兩三年又串連 你真的沒有那麼高潮 你那七十年代 沒有啦 高潮過了 不准他們串連 只准他們下放 但是你其實 你也很幸運 我真的很懷疑你的背景 為什麼你七十年代 都十九歲 那你在最高峰 例如六六六七的時候 你都十五六歲 十六七歲 那時候其實很多 我從其他報道 聽說 很多十五六歲 十六七歲都很踴躍參與 沒錯 但是那時候你沒有這個壓力嗎 我沒有資格 因為我爸爸在香港 他們不信你 我真的不要你 OK OK 我幸運了 我不給他們這些 你幸運了 現在回想 有些學生 當時不是這樣 當時覺得 哎呀 我沒有朋友 沒有人跟我玩 當時是 反而是 整班同學 本來是圍著我 因為我是 學生會主席 是 問的 一來是學生會主席 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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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你都會發作真的友誼 OK 真的是友誼來的 幾十年來 對呀 很久 現在領起很久 他真的會拿紅衛兵 走走 他說 我不做了 我也有一個同行公公玩 他跟我玩 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我跟他 什麼交情都沒有 所以我是說 是不是真的友誼 你一幾天 你一天 你一天 很順 或者他是不是喜歡了你 不是 因為他是鄉下仔 來了上海以後 很多人看不起他 我沒有 你跟他繼續做朋友 我不覺得 人不懂 不分鄉下仔 是上海仔 OK 人就是人 我就沒有這些 看不起鄉下人 上海人有個問題 大師 上海人很喜歡看不起他 是啊 現在也是 現在好一點 但是你在文革那幾年 在鄉下 對你那些藝術創作 我不跟藝術創作 對你畫公仔那些 有沒有什麼影響 有幫助 有幫助 我告訴你 我在城市裏面 畫公仔 多些人干涉 在農村沒有人干涉我 反而利用我 OK 尊重我 叫我幫他畫他老爸 他老爸就死了 不肯去影響 所以要畫畫 零食臨死之前 請我去畫畫 畫他的像 燒一頓紅燒給我吃 幾片他就說 只要我一個月吃 他不能吃 因為很貴 好 我幾個月不能吃 為了畫畫 紅燒就去 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機會 人家尊重你的專長 我覺得這方面是老村 這句金句來的 要人家尊重你有一個專長 真的不知道 我又靠我啤酒 我靠後韻吃 我當然不知道有什麼專長 這就是你的專長 你得多人的尊重很重要 但是 如果不是這些行業 人家是干涉你 你會覺得很無謂 OK 好了 我在和你的對話之中 沒有我想到這麼傳奇 原來是爸爸六二年下來 然後申請你下來 落到來香港 第一 你未來香港之前 對香港有沒有什麼期待 有沒有什麼想法 很害怕 很害怕 有沒有在書信裡 爸爸有沒有跟你說 都很繁榮一字 有沒有 沒有說 你其實對香港人不太知道 不了解 但是 我一個叔叔 他在教學 上海出來 就是樊花裡的爺爺 base completely 建議的 mów 原來 hu inge 你去 他 traits 不要怕 他跟他們說 你回到了香港之前 也是 我一直iz 寫信 這人是我的思想指 exciting 一直にな 我一直有期待 他都寫信,他就鼓勵,我的確是零流之前身裏面七上八下 你不知道什麼環境 以前的教育,他說香港是蛇人的四計 大魚蛇小魚,資產債家,勞斷資本家 講到香港社會很可怕 來到以後不是這樣,不屬於我的叔叔說 果然來到香港以後 他對人和人之間最起碼的尊重沒問題 七四年,七四年下來你和你爸爸一起,第一時間 那時候住在哪裏? 住中文大學,因為我爸爸在中文大學的校工 宿舍管理,我住在那裏 我第一份工作在大學裏面做 做掃垃圾,清潔工,校工,最大級的 但有一天我在花園裏面收樹葉 一個二十多歲的校工其實不太配合過畫面 那時候你講一下是不是很年輕? 做校工 我之前那年都是二十三十歲 沒所謂的,我就做了 我就收樹葉,成就收乾淨了 在中大 一個很美女的鬼婆教授 主動說,Good morning 跟他打招呼 我覺得很奇怪 在這個世界,從來沒有這樣 這些事不會在中國發生的 當時,我以前的社會都不是這樣 但來到香港 我一個掃地工人 一個教授,鬼婆 都會主動跟我說Good morning 我就知道在這個地方 沒有所謂的 尊重 尊重 尊重你的人 不是尊重你的職業 結果整個 學校那些老師 我在服務的那些老師 都很好 很客氣 非常 沒有大圈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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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來之後 由一份下工開始 你其實同時的工作 我不知道其他 全部都是關於一些美術的藝術工作 那就是我 想不到我鄉下 上海偷偷地學過那些 所謂的西方藝術 你有沒有認真學過 那些老師 沒有老師 有些啟蒙老師 沒有正式上課的老師 因為那個時代 老師不會隨便教人 他如果教你給上面知道 他在教資產的美術 西方藝術 要派他 當然 所以他們會影響我 主要靠自己 偷偷地學校 我見到大圈仔 應聘一個美術設計 我去了 他的經驗請了我 他都不相信我這些東西 是上海畫出來的 畫劇團 從此以後我就 找上比較正規的文化 在大會堂請你 繼畫劇團 畫劇團 中國團 一個團請 一個 兩個團請 在裡面做什麼 在裡面 就是做美術 廣告 美術 因為近水流台 做服裝 舞台 就是一腳踢 慢慢的 跟著不同的人 那時候的海報真的要畫嗎 有些要畫 有些可以拼 看不同的節目 但那時候 如果這樣說 分工沒有那麼仔細 反而你們學習機會多 當然 所以 沒有打雜 後來電影也是打雜 因為沒有美術 一種道具 一種寫字 今次還是演員 好了 這就是其餘 好了 你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 譬如你做美術 你有什麼契機 因為其實在大會堂 跟電影沒有什麼 那樣的 為什麼會入了電影圈呢 因為大會堂 你知道 舞台跟電影關係 是很密切的 中國 第一個搞舞台的人 很多人都做了導演 我這次的畫冊裡面 你會看到 我寫一篇文章 洪根堡先生的 grand uncle 都姓洪 叫洪生 你們很少人知道 但是大內人都知道 他是洪根堡的grand uncle 他是二十年代 哈佛畢業的HK Booth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第一個正式的 中國電影劇本的作者 他第一部有聲電影 都是他拍出來的 一百年前 我都知道為什麼畫他呢 因為我覺得 一百年前對香港的電影影響 還有 他的grand uncle 孫洪根堡 七十歲還在拍攝 有一個文化的繼承傳統 我們知道的歷史 對你了解 多一點 所以說 我接觸到舞台以後 很容易出電影界的人 譬如說 李卑華小姐 他很出來的作家 他有很多電影片劇 但你都不知道 他很喜歡舞台劇 而且他很喜歡舞劇 他寫的舞劇 那個導演和我合作幾次 我們就合作 然後他就很順利的 推出我去做電影美術 OK 那你又在電影美術上 又是這樣的 一樣 又做這樣做那樣做那樣做 又做出幕前 之前不是的 有一天我做龍哥的美術指導 有一部電影叫做《教頭發威》 龍哥主演 我很開心 因為龍哥是我來了香港以後 很欣賞 很欣賞 有這樣的戲 聖龍牙 滴龍 滴龍 是 教頭發威 應該是70年代尾 80年代 80年代 OK 那導演馬上說 奇奇 我覺得你很可以演戲 我龍哥是哪一 龍哥 滴龍哥 因為你一下來的時候 應該是最紅的時候 摺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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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他說很開心 他這種說話 對我做這個很大的 他覺得我能演戲 實年後我和他一起演 《紅金部個戲》 是嗎?是哪一套? 《大多王五》 在北京,挺開心的 我覺得這些是緣分 是,OK,OK,很開心 好了,那接著呢 如果我現在問你 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要說我們 你自己的《蘭王》是什麼作品? 你拍了這麼多一套 未必跟我們一樣 《新火小紅女子》 是的,都是《新火小紅女子》 因為第一,時間很長 第二,在上海拍了100天 第三,林宁東先生為了我 改了劇本 當他知道我畫畫寫字的話 他就要用這個角色重新寫過 OK 你開不開心呢? 即是他找你做的時候 他就不是這樣的? 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我的形 各方面你的角色OK 但是細節 畫畫寫字方面 他對我不太了解 OK 但是我送了一本畫緝給他以後 開始不同了 OK 那麼林領東導演也作固了 早幾年 是啊 時間都有點太早 太早 我們先試一會 回來我們看《新火小紅女子》 看看你們怎樣呢 在耳畫作 可以做武功攻擊人的 又撥物又撥血又成的 那個角色好像叫神功 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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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神棍 神功 後來又大戰 最後當然也是下場悲哀 成初氣沒有太深的 你自己組 你會打嗎 你沒有理我 OK 我不理你 人道也收貨就可以了 但是OK 看上去真的刺打 人道也收貨 雖然我剪短了一些 其實我收到短片是長一點的 你們想強姦李若彤 不過人家的威方祭玉 和喜倌來救他們 是這樣的 很精彩的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看看我的開放 OK